像我们刚刚是那个去筛选总价 所以总价部分之外 当然有个单价 还有比如说业绩 这些其实都是那个数字 像数量也是 所以未来 假如说你要怎么样 针对这些东西 再去做查询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想到所谓的前面的共用 共用那个程序的部分 前面是共用一个筛选 那当然你也可以共用一个什么筛选数字的部分 自己去针对其他栏位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撰写一样的程式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延续前面的部分 那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针对什么 日期部分 那日期你会发现 这边日期有一个建档日期 那这边有一个是 预计订单的月份 出货 那这边都是日期 其实如果你要针对 这几个栏位做查询的话 那其实概念上都一样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那差异性在哪里呢 基本上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单元八案 这边 那基本上呢 我有好几个范例 我把那个可能 从网路上抓资料的方式 至少分成三种 后面会跟各位分享 怎么样去从网路上抓资料 但是因为呢 那个部分 难度其实不算太低 而且我们下载网路资料呢 是我们课程的其中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呢 要把东西要讲得非常深入 也可能会不太不太可能啊 不过至少 会让你知道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运用VBA 帮你把你需要的资料 抓到Excel里面 可以帮你把它存起来 OK好 再来的话呢 建档日期部分 那我直接拿这个好了 云端上也有这一段 那基本上呢 它的概念跟刚刚蛮像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那其实主要最大的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 一样是XY 不过后面的名称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其他的像 你会发现 criteria1后面这个地方 其实一模一样 这个栏数Field 其实就是查建档日期 第一栏 OK 那criteria2的话呢 是把Y放进来 不过你会发现 X是大于等于 那你会发现一个日期 日期实际上 它里面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数字来看 所以用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个OK 那其他可能会比较有问题是 如何把那个 它的名称的部分 本来是斜线 取代成一个什么呢 底线 特别注意哦 这里我用了一个VBA里面 内部的一个函数 叫replace 这个replace 它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里面的 本来第一个你可能需要给它什么 给它你要取代的自创 放第一个参数 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你要取代什么东西 取代成另外一个自创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让它去找什么 找一个斜线 把它取代成底线 最后呢 再放到S 把它名称改过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我要查什么 假设我这边做完之后 一样哦 在这边再增加一个 这边再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是 OK 这边的话 假设我今天 把这边做查询好了 那查询的话呢 假设我把它执行 第一个他问说 名称 是不是有重复了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把这个删掉了 名称不能有重复的 OK 那第一个的话呢 他要我们输入那个建档日期 我看一下 建档日期2008年 OK 那假设第一个 2008的1月1号 OK 假设1月1号到2008年的6月30号 OK 这个日期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刚刚如果你没有把那个斜线的部分改成底线的话 那会卡在就是重新命名的地方 把这个地方会卡住 OK 所以呢 我们利用replace的这个函数 可以帮我把那个斜线改成底线 再把名称变更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的是 那我这边利用一个replace的这个函数 可以帮我把它取代掉 那另外除了这个建档日期的一样 你也可以除了可以针对那个我们的低栏 其他像i栏跟追栏 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 不过 一样还是可以把它改写成共用的 会当然比较OK 其他底下我还有提到 有关就是说呢 多重筛选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的是业务 而且还要查产业比 两个栏位 那这两个栏位 如果说呢 你希望它可以下两个 那当然一样 第一个x是请输入业务姓名 第二个y的话呢 输入产业名称 如果我希望 这两个呢 同时或end或over 那你可以设定逻辑 那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在 关键地方是 怎么去做筛选 特别是我们预设是只有一个 这个filter这个地方 筛选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有多重的话 记得 变成说你把这一行 复制贴上之后呢 做第二次 第一次是针对业务 所以criteria一 是那个业务姓名 criteria二 是这个 你把那个产业别名称放进来 那他就会先找 比如说小咪 再找金融业 所以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小咪而且是金融业的 他会帮你把它写字出来 OK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希望做的是一个 多重筛选的效果的话 那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完成 那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也许你们可以再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上面 有另外一个练习 当然网路上很多 其实你只要在网路上搜寻 那个开放资料 一大堆啦 政府的开放资料呢 其实非常多 那其中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举个例子 叫石下登录 那石下登录是目前开放资料 排行榜应该是都排第一个 因为最多人查询 那假如说 如果那个开放资料里面呢 有很多是全国各县市的石下登录 那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只有抓台北市的 那待会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石下登录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假设啦 因为它下载下来 一般开放资料呢 通常是什么 是一个原始资料 也就是不具备有查询功能 但是如果你希望 假设你是房仲业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什么 拿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随时自动去更新 更新完之后怎么样 可以自动产生一个查询系统 那假如说呢 他的那个 比如说 他希望很快查出什么 哪一个地段 比如说C栏里面 假如说我要查什么呢 查这附近 比如说是博爱路的 那个房价 那这地方当然没有 如果你希望自己建立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旁边是批次的 我们先不用批次 我们单次好了 这里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甚至你可以不用重写程式 你把那个筛选业务 那个程式拿来用就可以了 怎么用 我想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那如果说完之后 再看一下有关那个 就是 实价登录部分 我刚刚都 有关系 那么难道 我来跟我们 都要 都要